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講過了 因為今天Sherman 歷史性這麼短 所以我們會決定 如果你是Skywalk人的話 我就跟你go through 過去十一個門徒訓練重點 為什麼一定要go through 呢? 話說星期五晚上 因為我太累了 我就不想開車 我就叫了Amy Michael來載我 上到車的時候 問一下大家還記不記得門徒訓練重點是什麼? Amy就說了一個點 說完那個點之後 突然間我旁邊有聲音就是Henry Lau說 那個也不是第十點 你都不記得的? 不斷恥笑了Amy 所以我就決定 我已經清楚說了明白 Henry Lau 你今天走不掉了 一定問你 你有電話 Henry Lau在哪裡? 我其實不是說完一陣子不在的時候 我一定會問你 你有電話出來 那時候呢 但我上次對Amy Lau很好的 因為她真的用心去找回那些項目 記得嘛 所以上次就專門第一個點就找她說 那你一定記得嘛 是不是? 但你星期五晚上這樣恥笑Amy 所以你就不要打算說第一個點 第一個點我就隨便找一個問一下 Kaley 門徒訓練 喂 不要這麼發出 不要讓她看什麼 門徒訓練重點 第一點我們說了的最重要的門徒訓練裡面 師父和門徒的關係會是怎樣? 是的 第一點埋身牧養 門徒訓練第二個重點就是有埋身牧養的師徒訓練之後 很快師父應該就教徒弟什麼呢? 是的 是一個有使命的門訓來的 門訓 因為門訓不是你自己學了神的話 要自己變好就算的 是 使命就是你要出去訓練門徒的 好 那第三點 知道是有使命的門訓 很快又要教一件事關於ministry的 Henry Lau 是的 要學懂什麼 為之ministry, priority 那樣樣東西都可以好的 但你先做哪樣呢? 哪樣放重點呢? 好 第四點了Michael 師徒 是的 最重要的是 師徒一起來去經歷神的大能 來去認識神 好了 到第五點了 第五點呢 Amy Ann 是的 要一個empowerment的sending 這樣的時候就是說 師父派門訓出去服侍 其實是要就著他的成長進度 來去empower他,給權他,給能力他 就是要教他這樣去服侍 那門訓才有實戰經驗,有得成長 好 第六點 Amy有問過你嗎? 還沒嗎? 第六點了,麻煩 是的,有匯報問責和持續進心 那你出了去,派了門徒出去服侍了 那你也循例要知道他做得行不行 他有沒有什麼需要鼓勵 那你師父可以繼續教他一晚嗎? 好,Clara,第七點 要有升級戰,level up 每一個服侍裡面的屬靈生命成長 慢慢應該給多些不同程度 即是進心程度的服侍、訓練 來幫助他在教育裡面成長 OK,Eddie,第八 是的,最重要是有時候 人一定會犯錯的 最重要是我們曉得知錯能改 OK 第九點 那就是Luke 好,我給我準備你,你說第十吧 阿Wing,第九 他太小聲了,我聽了國語出來 你說一次 出來了 OK,要做servant leader 即是在教會成長 你慢慢幫忙服侍 不要當自己是老闆 我們是servant leader 這個一定要教導 阿Luke,第十 是的,司徒之間 不是只有教授知識 是用討告給予此支持 互相扶持 好,第十一 都是Henry Lau 是的,reconciliation 好,各位 好,多謝大家給足面 回去這樣的時候 是check out功夫 其實我都很感恩的 如果你們這樣做 因為我是特地沒有把那些重點 抄了main point 在whatsapp bulletin 發送給你們 即是你們自己要去找 我希望大家自己找完 你記得 我斷估你有個file 明天在skywalk裡 幫忙參加門徒訓練的時候 記住努力活出那十二點 第十二點今天才說 以至我們skywalk的門徒訓練 不是只開個主意學 教你一段知識就算了 不是只教你自己 學會了聖經 你活出聖經 你自己變好就算了 是真的有埋身的牧羊 等到下一代 能夠在你身上學習到 如何成為耶穌基督的門徒 好嗎? 通常我在講道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聽習慣了 你一定會知道 我一開始講道的時候 我會講一個 為甚麼你今天需要聽這篇 我想create個need給你 讓你留心聽今天的講道 因為讓你知道你為甚麼需要 但是今天其實 我又覺得 我今天不會create個need給你 為甚麼呢? 其實過去我們今天 已經是門徒訓練 Rethink的第五集 應該要做門徒訓練 你應該投身門徒訓練這個need 你應該很清晰的 所以我就不create個need給你 再者今天我們要學的功課 正正就是 你要肯放下你自己的need 你才可以學得好的功課 問一問 有誰 你是其實從來未開過車的舉手 未開過車的舉手 就是每個人都開過了 你買過車的 你擁有過一輛車的 你舉手 都差不多個個都是 有沒有想過 其實當你要去開車 你買一輛車 你買了一輛車回來 即是有很多follow up的責任 例如你買了一輛車回來 你又要定時定後去check著它 OK 六千米tile rotation 是吧 五千米你又要去換engine oil 有時候你又要check一下它裡面的 譬如說那些engine oil 或者其他fluid 例如洗槍那些液 或者是你的air filter 何時要換 到時到後你要換brake 你要去換timing bell 諸如此類 我想問電車是沒有timing bell的 駕駛Tesla那些就不用了 但是你會發覺你買了一輛車回來 你其實有很多follow up的責任 你要那輛車輪得好 能夠安全把你載到目的地 你一定要keep好那些責任 是不是 其實有時候我們人生裡面 我們在門徒人生裡面 當我們願意去成為耶穌基督的門徒 我願意去愛神跟隨神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些follow up的責任 我們一定需要清楚知道 我們需要知道 進入門徒人生裡面的代價是什麼 還有有什麼責任 是你和我都需要去扶 以至我們做門徒能夠做得合神心意 留意我特別強調做門徒做得合神心意 為什麼這個時候我們做門徒 我們經常以為自己學了聖經 我們自己變好 我能夠教到別人的聖經 就已經夠了 但是我們一直在門徒訓練 Refense裡面所說的就是 你學得明白聖經 你活出聖經 你還要教導下一代 訓練到下一代能夠去教第三代 所以你要清楚明白 我們做門徒不是做得自己happy 就算是有一些的責任 我們必須要去負上 以至我們做門徒能夠做得合神心意 成為愛主的真門徒 這個必須要持守的責任 亦都會是我們今天門徒訓練 Rethink第五集裡面所說的門訓重點 最後一個重點 第十二點 大家留心了 OK? 讓我們一起低流祈禱 生日天父感謝你 讓我們生命上有著聖經去記載 耶穌基督是如何做門徒訓練 以至我們有一個機會去學校祂的榜樣 讓我們不是按著自己說 我想怎麽做門訓就怎麽做門訓 而是能夠好像哥倫多全書十一章一節保羅所說 希望哥倫多信徒學校保羅 就好像保羅學校基督一樣 我們願意從耶穌基督的身上來學習 如何去做門徒訓練 為耶穌基督訓練屬於耶穌基督的門徒 求父神的靈對我們有勸勉有安慰 同時有督摘有鼓勵 討告奉靠耶穌基督明治祈禱 家門 今天我們會看看做門徒入面 有哪一樣的事情有什麽的責任有什麽代價 是你和我需要預先知道 並且立志去持守 我們看上一篇講道中 講到彼得和耶穌復和的那段經文的後續 現在想請大家同心跟著Maisy 來到中道以下來的一節經文 就是約翰福音二十一章第十七節 第三次對他說 約翰的兒子西門 你愛我嗎? 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 你愛我嗎? 就憂愁 對耶穌說 主啊,你是無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說 你餵養我的羊 大家記得在上一集第四集裡面講過 當彼得委身去愛耶穌 和耶穌復和之後 帶來的就是一個使命 耶穌聽到彼得委身愛耶穌的宣言之後 三次重申了對彼得的一個使命 就是彼得你餵養耶穌基督的羊 你餵養我的羊 然後耶穌在這裡講了一個關於彼得的預言 同時間這個預言 亦都是提醒了你和我作為門徒 所需要持守的一個責任 所要付出的一個代價 看看約翰福音第21章18節 聖經記載 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即是告訴我彼得 你在年少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 隨意往來 但年老的時候你要伸出手來 別人要把你束上 帶你到不願意的地方 耶穌對彼得的這段說話 一方面要顯出一個對比 這個對比就是 年輕的彼得能夠去 隨著自己自由意志 隨著他自己的心意 去哪裡都得自由自在 但到年老的時候 他就要失去這些自由 他要是信服在別人的心意底下 他是會受到束縛 這一段的說話 亦都是講到關於彼得的一個語言 體力神經因為 仕途約翰在這一段的經文 21章19節記載說 耶穌說 耶穌說 是指著彼得 要怎樣死榮耀神 說了者說 就對他說 你跟從我爸 大家留意 21章19節最尾的 說一句耶穌和彼得說 你跟從我爸 挺精進的 你可以一語相關的 為什麼呢 第一你可能會理解 耶穌和彼得說 你跟從我爸 就是叫彼得 彼得你一生都跟從我 做我的門徒 你跟隨我一生 你可以這樣理解 是不是 跟從我爸 但若果你看一看下文 21章第10節 你會發覺 聖經記載說 彼得轉過來 看見耶穌所愛的門徒 跟著 耶穌所愛的門徒 就是約翰 你會發覺 其實那一段經文 很可能 其實只不過是 耶穌和彼得說完 那個對話 吩咐了彼得 你牧養我的羊之後 是叫彼得跟從我爸 就是跟著耶穌在海邊走 所以走走走 彼得轉身 就見到約翰跟著 所以其實這個 你跟從我爸 也都應該是指到 當時耶穌叫他 跟著耶穌去走 這個意思而已 OK 那時候耶穌說 彼得年老的時候 要伸出手來 別人要把他束上 帶他到不願意的地方 這句說話 他說 原來是指著彼得 要怎樣死 榮耀神 有沒有想過這句說話 其實是為什麼呢 伸出手來 別人要把你束上 帶你到不願意的地方 根據聖經歷史學家 和聖經家做的研究 其實這句說話 就是你伸出手來 別人把你束上 帶到你不願意去的地方 是指到當時 在羅馬法律底下 一個要受被釘十架死刑的囚犯 在釘十字架之前 所要受的苦難情況 問大家一個很廢的問題 十字架有幾條木啊 Billy 兩條 是的十字架 大哥 一條橫一條打直 當時凡是在羅馬法律底下 被判釘十字架死刑的死囚 他們由監獄去到刑場中間 他們要伸出雙手 之後就被人把手 綁在十字架的那條橫木那裡 之後他就要自己 背著那條橫木 走到去刑場 放下綠木了 在刑場裡面 再把垂直那條木 和打橫那條木組裝 然後再把那個人 釘在十字架上面 所以你會發覺 在這種刑罰之下 伸出雙手 被別人束上 帶到他不願意去的地方 就是在說 彼得將來 是要面對十字架的號刑 他是要伸出雙手 被人綁住舊木 一直背著那條橫木 走到刑場 而在聖經的歷史當中 初期教會的教父 其實都在他們的著作裡面寫清楚 他們是說過彼得的而且確 是為主殉道 是釘十字架而死的 不過你可能會聽過 有一些小道消息 就說 其實當時彼得 為主殉道 被人釘十字架的時候 覺得自己很不配 所以他要求 羅馬兵丁 將他盜釘十字架 是不是 有沒有人聽過 OK 那我發覺在《解經書》 這個信息 那個《 legend》的意味比較重 所以應該 就未必是十足十是真的 但是彼得是為主殉道 被釘十字架而死 就在初期教會 教父的著作裡面 是印證出來的 在這段聖經裡面說 耶穌又說 彼得如此死法 是為了榮耀神 大家還記不記得 榮耀神的意思 我記得很久之前 我跟大家說過 如果 記得在那時候 讀神學院的時候 我有一位教授 就教我們 用一個很顯淺的解釋 解釋 什麼叫做榮耀神 就是 make God seen S-E-E-N 就是讓人看得到神 讓神被人看見 但是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作為一個 overseed born Chinese 尤其是在香港 就是我 我一輩子的英文都發不准音 S-E-E-N 你好像我這樣 經常發音 變成S-I-N的話 那你說那句說話 出事了 那你記住 我另一位神學院教授所說 Glorifying God 榮耀神的解釋就是 有人記得嗎? 記得他的手 Hermon 數個台詞了 講Glorifying God 簡單的解釋 是make什麼 make God look good 榮耀神就是讓人 看得見你的神的美善 make God look good 那你想清楚 比特這樣的死法 如何make God look good 他為主殉道 即是說當他為主殉道的時候 人就看得出 神在他生命裡面的重要性的寶貴 比特是願意為了神 為了他的信仰 是死在十字架上 那就讓人看到神的重要 所以耶穌說 比特為主殉道的死 就是make God look good 去榮耀神 當比特在二十一章 又是福音二十一章那段經文 我們看到 當比特有機會再去和耶穌復和 他願意毁身去愛耶穌之後 所帶來的就是一個使命 而為了這個使命 他放棄了自己的自由 他要將來為主殉道榮耀神 他信服在神的心意底下 是到一個地步是信服致死 當你看到這裡的時候 很可能你會說 咦? 這裡是說耶穌特別給比特的使命 是指導明給比特 關我什麼事 所以不關你事 打哭了 問題是 這段經文是否只是關比特的事 預言的確是關比特的事 但記得剛才我說過 這段聖經其實很提醒到 你和我作為門徒 所以要付上一個代價 所以要持守的一個責任 這個責任就是 你和我作為門徒 都要好像比特一樣 當我們願意去跟隨耶穌的時候 我們是要寫記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主 不過有一點點不同的 留意一下 比特是figuratively 即是形意化地 和realistically 現實地 他都真的背起了自己的十字架 是不是? 但你和我 今天不需要背一個真實的十字架 但我們figuratively 我們形意化地 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耶穌 因為這個是耶穌跟門徒說 若果你要跟隨耶穌所一定要付上的代價 所持守的責任 你會在《約翰福音》有一章看到一件事 當一段關係是被建立 當你和神的關係是得到復和 就會帶來一個使命 而那個使命是要付上代價 你看到 比特和耶穌有了復和關係的時候 就帶來牧羊耶穌羊的使命 而需要去寫記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耶穌 你想想你自己 若果你是信了耶穌的話 即是你已經與神復和 你與神復和 所以耶穌之後就成為基督徒 基督徒就是教會的一份子 你就當然地承擔了耶穌頒給教會的大使命 又或者好像這個《門徒訓練Rethink》系列裡面 第一集已經講過 若果你願意進入一個 司徒是埋身牧羊的門訓關係當中 你就立即接受了一個帶著使命的呼召 就是你要去不單止自己做門徒 還要曉得去訓練門徒 還要訓練第二代 還要訓練第三代 是要訓練三個generation的門徒訓練當中 所以你會發覺 關係的復和關係的建立 帶來使命 而使命我們要去做得好 就需要學習寫幾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耶穌 不是因為在約翰福音21章 你看到彼得這樣做 彼得這樣做是神給他的預言 但是彼得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做法 亦都是耶穌給每一個要跟隨他的門徒的命令 那個命令就記載在馬赫福音八章 請大家一起跟著Maisy 來同心中讀馬赫福音八章三十一至三十四節 從此他教訓他們說 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 被掌路祭司掌王民是棄絕 並且被殺過三天復活 耶穌明明地說這話 彼得就拉著他 勸他 耶穌轉過來 看著門徒 就責備彼得說 撒但去我後面去吧 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 只體貼人的意思 於是叫眾人和門徒內 對他們說 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社記 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各位弟姐妹 這段經文清楚地記下 耶穌基督自己說 因為他要信服神的心意 他是甘心放下自己個人利害的關係 他是會死於十字架上的 但是被殺後三天他復活 當耶穌說出了自己信服神的心意的計劃之後 你會發覺 彼得和那幫門徒是反對的 聖經你看到這裡 耶穌只是罵彼得 你以為只有彼得反對 你待會看到第三十三節 耶穌轉過來看著門徒 之後才罵彼得 所以其實彼得說的那句話 就是敵黨耶穌的時候 代表了所有門徒的心意 都是覺得 耶穌你不要去死了 諸如此類 面對著彼得不讓耶穌去信服神的心意 耶穌的反應就是教導彼得 你不可以只是看貼人的意思 而不看貼神的意思 即是說每一位信徒 是要看貼神的意思 之後耶穌就對著班門徒說 你們要寫記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所以寫記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從耶穌 就是由馬可福音八章這一段的經文而出來 大家留意 其實看貼神的意思 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意思 其實是類同的 OK 為什麼呢 因為在當時的羅馬文化裡面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剛剛已經輕輕說過了 就是當時那些犯了羅馬法律 被羅馬政府判了他要釘十字架死刑的死囚 在去刑場之前就要自己是背著他的十字架的那條橫木 走到去刑場 所以換言之羅馬政府是用這一種的方法來向公眾示明 你看這個這樣的犯人 犯到的罪禁從 圍抗羅馬政府所定的法律 犯罪 今天他被我審判 他仍然要做羅馬政府所定的規矩 就是揹著十字架上去刑場 他到死也要跟從羅馬政府的規矩 所以背起十字架 其實就是一個公開的行動 來表明這個囚犯 始終都要是信服在另一個主權之下 話說你以前違背羅馬政府的主權 犯到天花龍鳳的罪都好 你被人一判十字架 最後你要做的 都是要跟從政府所定的規矩 揹著十字架上去刑場 所以背起十字架 在當時的文化來講 就代表我們將自己的心懷意念 我們的意志 信服在另一個主權之下 天天背起自己十字架跟從耶穌 就是每一日我們都願意 將我們的心志 信服在神的心意之下 祂叫我們做甚麼 我們走去做甚麼 明白嗎?背起十字架的意思 就是我們信服在神的主權之下 所以馬福音第八章三一節三十四節 這段的中心思想 從耶穌身上你會看到 耶穌面對著自己個人利害關係的時候 祂仍然選擇放棄自身利益 信從神的心意 所以祂在這裏教導門徒 如果你要跟隨耶穌的話 當你萬一面對自己個人利益衝突關係的時候 你要學會放下你自己的need 你放下你自己的利益 是信服在神的心意底下 來去跟從耶穌 你這樣做 就能夠榮耀神 就好像彼得一樣 留意 彼得和耶穌復和之後 帶來的是一個使命 一生就信服在神的心意底下 他 both figuratively和realistically 都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跟隨耶穌 而今時今日的基督徒 我們有著神給我們的救恩 我們能夠因為耶穌基督的犧牲 而恩信清意成為基督徒 我們成為耶穌基督的門徒的時候 我們要做得好一個真門徒 做得合神心意 你和我就是 figuratively 我們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即是說我們的生命 是要願意信服在神的心意底下 寫幾 跟隨耶穌 寫幾 背起十字架 跟隨耶穌 是一個信服的功課 大家都知道 信服的功課很難學 是一生之久的功課 講到這裡 我就決定 不會多費唇舌 去convince你 乖 寫幾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跟隨耶穌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責任 因為我們應當做的事 再者 講到一開始講過 不是你有沒有need 去背起十架跟隨耶穌 是你要放下你自己的need 來選擇把心一橫 遇到任何的情況 尤其是個人利益受虧損的時候 你仍然願意把心一橫跟隨耶穌 你是納字 寫幾 尾身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來跟隨耶穌 所以弟兄姐妹 想想你生命裡面 現在有沒有什麼其實是 阻攔著你和神的關係 有什麼其實是神已經叫你做的了 但是你總是有些事情阻礙 你不肯信服 但我想鼓勵你的就是 如果你是願意成為一個耶穌基督的門徒 你肯信服在神的教導底下 你肯活出神的教導 就算你在很不努力的時候 你也肯活出神的教導 其實不單止能夠幫助你圓滿神的使命 亦都是能夠對你的生命更加好 舉兩個例子 你聽吧 我記得的 第一個例子 有誰結了婚的 舉手 你結了婚 你是從來沒有跟你配過吵架的舉手 哈 有膽舉日期了 老實實說 結了婚 跟信服神有什麼關係呢 有什麼好處呢 舉個例子 上個禮拜 我不知道上個禮拜三還是多少 我有一天 因為逢星期三 Irene是在家裡工作的 她坐左邊的桌 我坐右邊的桌 我寫廣章 寫一寫我突然起床走開的時候 跟Irene說 Irene 我發覺 我們已經三個月沒有吵架了 我說完之後 你猜一下發生什麼事 立刻就來喊了 但其實吵架是為什麼呢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misscommunication 但當其實喊到火紅火綠的時候 大家都在火上加油的時候 出了煙就開始 言語衝擊都開始有些厲害 但在那個moment 你就留意 跟隨得神 你想想 記不記得我剛才說的 當你進入一個關係 建立一個關係 有一個關係的復和 自然帶來一個使命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時候 當你進入婚姻 你有一個婚姻關係 其實你帶來一個使命 就是二福索書第五章 講得明白是怎樣 丈夫愛妻子 就好像基督為教會寫記一樣 妻子信服丈夫 就好像教會信服基督一樣 其實那個使命就是 你進入婚姻的時候 就麻煩你跟著聖經所說 在夫妻關係上面 跟著神的話語來做 所以當時喊到火紅火綠的時候 我又記得我學過功課 因為每個人處理怒氣不同 聖經說不可含露到日落 那時候喊完 還有七個小時才日落 問題就是 在那個moment 男人就馬上很想解決問題 但女士可能不準備好 她要呼一口氣 等些時間 我記得我學過這個功課 當時所以我就信服 按著自己 說立刻要解決這件事的問題 就讓Irene也冷靜一下 她也說得明白 我現在不能說 我不跟你說 那我就等 等 等 等到下午三點半 我就恐嚇她 說我一定要說 我現在要接兒子回來 你是不是想兒子回來再說呢 當然不是 但那時候大家都下了一口氣 那時候 因為大家都愛神 按著自己的怒氣 按照聖經的吩咐 好言相向互相解釋 十分鐘之內 解釋清楚 那就沒事了 留意一下 在我們的人生裏面 怎麽每一個人都有些私欲 每一個人都有些不要得的事 但若果你能夠 持守聖經的教導的時候 你肯信服的話 你愛神的話 你怎麽會 夫妻間吵架的時候 會動手動腳 或者說會言為語 來辱馬對方 重點就是 我們是否真正愛神 我們是否愛神的時候 究竟我們只是愛神的話語 還是我們真的願意 去跟從神的教導 給神的教導 改變我們的生命 在我們不想愛對方的時候 仍然願意用神的愛去愛對方 去彼此建立 去重建一段愛的關係 來去 聽清楚 榮耀神 你知不知道 你想清楚 有時 聖經經常叫我們信服 你不是經常想著 找你笨 其實是益了我們 夫妻關係上的信服 說了一個見證給你聽 我希望大家能夠學會 在你日常生活 不是一定要結婚 人與人相處之間 比如說 上幾個星期 我們都說過 你若然愛神 你想去獻祭給神之前 你跟人有不妥的 聖經教了你 是怎樣的 先跟人和好 你跟人和好了的時候 你人生不會好過一些嗎 剛才說的第一個見證 是不是 有時候你想想 其實當一段與神的關係 能夠得到復和的時候 整個人的生命 都會有所改變 我昨晚召了Amy 召了Amy的時候 我問她 我想說一個見證 關於你家裡的 行不行 她當然說行 因為見證不關她的事 話說 想當年 如果你認識Michael Michael告訴你 其實他離開了神 二十幾年時間 還娶了一個 想當年 還未曾信耶穌的Amy 但是神讓Amy 信了耶穌之後 就帶了Michael 再回教會生活 在進入教會生活當中 Michael自己慢慢與神復和 在以前那間教會 他開始看回聖經 來到Skywalk的時候 神更加幫助他 除了有復和之外 更加有建立 他開始願意參與侍奉 但是你要知道他所參與的侍奉 不是他喜歡做的事 Amy 說的 Amy Amy Michael很窄 他是很窄的 他不是很出街的 不是很社交的 但是自從在Skywalk之後 你發覺 我們的大學生 信耶穌不信耶穌 出了去回來 第一個找的是誰 當然不是找我的 是找Michael Amy 那些大學生 是不是Jude Moses 你看Alita那些 全部都是找他 原因就是 Michael 他本身 不是一個很社交的人 他們兩個也沒有小朋友 對嗎? 但是因為 他與神復和的關係 神帶給他一個使命 就是幫教會 去outreach 那些學生 他很信心 他會去關心那些學生 他們會去 一起去照顧那些學生 前兩天我才知道 有一個未信耶穌 沒有回來Skywalk 但是早幾年來過 在讀大學的時候 來過Skywalk 到現在還會去 找他們吃飯 找他們聊天 他們生命上面 就流露到 基督的愛比未信的人 去看到 這個是在Michael 和神的關係 復和了之後 神交給他的使命 而當他願意 submit的時候 他們自己大大經歷神 他們的生命有改變 他還祝福微信的朋友 祝福其他教會裡面的大學生 所以兄姐妹 你們看不看到 其實當尤其是 我們看到聖經 對我們的教導的時候 是說 喂 信服致死 老實說 你不要看到信服致死 你很害怕 有幾可你會信服致死 頂了就叫你信服多些 為什麼不嘗試呢 為什麼不嘗試呢 在我們找功的時候 可不可以信服在神的掌管帶領下 我們去尋找愛情的時候 可不可以信服神的心意呢 當我們選擇究竟是接下來 幾個月 草莽來開演唱會 沒有人知道嗎 有人告訴我 到底你是選擇 草莽演唱會 那二百七十幾元 援票 還是十一奉獻 可不可以信服在神的心意底下 當我們見到身邊有弟兄姐妹 有需要的時候 無論他是學生 無論他信耶穌沒有 他有需要的時候 可不可以信服在神給你的大領底下 他在他面前 去彰顯神的愛 各位弟兄姐妹 想想 不多費唇舌了 信服的功課 就是當你面對自己利益衝突關係的時候 你要自己主動曉得寫記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跟隨耶穌 這個也是我們門徒訓練rethink 最後一個重點 第十二個重點 希望大家謹記 在我們的人生裡面 你知道有什麼你需要信服 嘗試信服 當我們經歷了你的信服神 原來是 令到你的生活變得更精彩的時候 各樣東西 你就會看到 神透過信服的功課 改變我們的生命 給你機會和我一起去榮耀神 今天講到這裡就完了 但是因為很多時間靜 我們重溫一次 而門徒訓練rethink的十二個重點 不用問你了 我看你剛才都知道了 來 Go 第一個是門徒訓練 我在Mont Skywalker裡面 大家有的 是門徒訓練 是需要埋身牧羊 師父是要埋身關顧那個門徒 OK 以至能夠清楚知道門徒信徒成長的階段 量財師教 第二個重點就是 你要記著門徒是一個帶著使命的枯罩 不是你走來學了聖經 活出聖經你就很開心很麻煩自己做好就算 是要equip你去 在一個三個generation的門徒訓練 我是希望訓練你 能夠訓練到你能夠去訓練人 OK 一個是使命的枯罩 第三就是說 教門徒在Ministries上面 你要懂得設個priority 很多東西都很重要 但是聖經裡面說 什麼是最重要的呢 接著是聖經的指引來做 第四點 師徒要同心同工 來經歷神的大能去認識神 因為當你師徒一起去服侍 一起去認識神的時候 你的前輩經驗能夠幫助後輩 後輩那種的委身那種的振憤 亦都能夠感染前輩 第五點 門訓要有副權的策略差遣 我叫你出去服侍 不是扔你下咸水海就算數 我要教你 我要train你 我要empower你 我要給authority你 一個有strategy的 有一個empowerment的strategic standing 第六 門訓要有匯報問責 和持續深措的 意思就是我派你出去侍奉 你可能遇到困難 我給你鼓勵 我師父繼續 你有什麼需要 我去支持你 我去教你 匯報問責 keep it accountable 不在做門訓 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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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沒有什麼progress的時候 就不是那麼好 是不是 第七點 門訓是要信心上 和服侍上的升級戰 你的人是不斷升級的 你去學柔道 你去玩這個跆拳道 有沒有人一輩子都白帶 白帶不是最低的 是嗎 你一輩子都白帶 你學什麼呢 是不是 你肯定會晉級的 所以師父要看著門討成長的進度 按力量 按時候 給他一些機會 去學習 鍛鍊他的信心 越來越大 訓練他 服侍越來越 諸如此類 第八個重點 就是師父要按真理 以愛心教導 門討做錯 你首先自己知錯能改 今時今日 人知錯 就非常難肯去認 但是在基督教當中 謙卑受教 是你要願意知錯能改 第九點 師父是需要訓斷門討成為 博人領袖 今時今日有太多的領袖 就經常覺得自己是領袖的時候 在那裡止生 但沒有了博人的氣息 那不是基督教所要的 博人領袖 我們需要的是servant leader 先曉得放下自己身段 去服侍你身邊 比你更卑微的人 這樣才是一個博人領袖 第十點 師徒必須要以討告和實際行動 來互相支持 你是否知道徒弟有病 有困難的時候 你說我幫你祈禱 走鬼了自己 撩去看電影 你都不關心他 不理他就無所謂 所以真的要有實際行動 用討告和實際行動 來彼此支持 尤其在生命成長上面 很多時候我們會遇到錯節 我們會傷心會失望 我們需要的就是有同行者 去跟我們一起走這條天路 所以師徒關係中 互相支持 非常重要 十一點 門訓中是有復和 有reconciliation 所以你要記住 門徒也好 師父也好上一堂講過 哪一個做錯事 都要主動去復和 原因是聖經要求我們有unity 原因是聖經裡面是希望我們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在憲制之前都要復和 所以我們活出聖經教導 而今天最後一件事 第十二點就是 每一位弟兄姊妹記住 做門徒是需要寫記 背起自己十字架跟從主 背起十字架的意思 就是將自己的主權 降伏在神的主權底下 我們信服在神的主權底下 希望弟兄姊妹在Skywalk 投身這個門徒訓練的時候 努力活出這十二個重點 以至Skywalk裡面的門徒訓練 不是只學知識學完走路 乃是生命影響生命 培訓你能夠訓練 成為at least兩個generation的師父 你不單止要做門徒 你還要曉得訓練你的門徒 去訓練門徒 讓我們一起得入祈禱 七天父感謝你 賜下你的話語 給我們鼓勵 求父神你幫助我們 求聖靈在我們生命中動工 讓我們體重身邊弟兄姊妹 贖靈生命上的需要 著緊他們是否時刻經歷神 以至我們願意幫助他們 進入跟你一個師徒的關係 在地上進入一個門徒訓練的關係 被師父訓練他們 成為愛神跟著神的基督徒 並且願意幫助他們 讓他們有心智 他們自己都願意去訓練 at least兩個generation的門徒 在一個三個generation的門訓 當中他們自己第一個generation 訓練第二個generation 到一個地步能夠訓練第三個generation 因為這個是聖經的教導 求父神你幫助 讓教導裡面繼續行在你的心意當中 我們雖然人少 但我們求神你幫助 每一個人少的教會裡面的信徒 我們都能夠活出這個事命的時候 每一個都願意去領人歸主 每一個人都願意去訓練 其他人成為門徒的時候 教會的人數是在神的心意底下 但我們要跟著聖經來做門徒訓練 就是你已經交了給我們的使命 求父你幫助我們 honor我們的心智 讓教會在地上 榮耀神 Always make God look good 訓練奉靠耶穌基督祈禱 咱們